竹马回国的那天 柳如烟去接机 彻夜未归 八周年蛋糕的蜡烛燃尽 我拨通最后一通电话 他与其不悦 纪念日每年都会有 可他这么多年第一次回来 你再等等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了 他突然怒吼 不能等就去死 能不能别那么矫情 他不知道 我是真的要死了 可当真的得知我的私讯后 他却疯了 头昏脑胀 抽出体温计一看 果然38.9 我叹了一口气 掀开了被褥 想起确诊的那天 我面无表情地 撕碎了脑癌晚期诊断书 医生用近乎同情的眼神看我 如果持续高烧的话 你就该吃吃 该喝喝 跟亲人们都交代交代吧 身体很乏累 我真的很想昏天黑地地睡一觉 可今天是我和柳如烟 恋爱八周年的纪念日 他说想吃红烧肉 强打精神 熟练地抽出柜子最底下的药箱 胡乱塞了一把退烧药后 我进了厨房 柳如烟今天很早就出门了 好像很急 很少有事会让他那样着急 希望不是我想的那样 我站在厨房中间有些争神 水壶烧响了 砂锅也咕嘟咕嘟往外一锅 水墨浇灭了炉子 刺鼻的气味直冲我的鼻腔 我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在干什么 手忙脚乱间又被高温的蒸汽烫了个正招 什么时候开始 我的记忆和反应都变得这么迟钝了 记不得了 浇凉水的时候我还在盯着手机屏幕 犹豫要不要给柳如烟打个电话 没想到柳如烟的电话先弹了出来 喂 他声音一向淡漠 你也知道 纪念日每年都有 但今天他这么多年才回来一次 你再等等 剧痛从后脑勺开始缠绕 片刻弥漫我整个炉腔 我抵了抵太阳穴 声音缠弱 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等到了 没想到他就这样吼了出来 等不到就去死 能不能不要那么矫情 那头一阵稀疏 传来男人称怪的一句别分心 电话被匆匆挂断 水龙头关掉 红肿手腕上的痛 比不上心里的疼痛 我缓缓滑坐在地上 低声乌液 手臂的缝隙里 发财就这样将头挤了进来 咧着嘴笑着 我抬起头 泪眼朦胧中 撸了撸他的狗头 发财是只金毛 是我和柳如烟 在流浪狗基地救助回来的 初见他时 他瘦骨灵循 嘴巴被虐狗者用铁丝捆住 整个头肿的像被蜜蜂折过似的 可现在 他也在被爱中尝出血肉 变得灵动可爱 我开了个狗罐头 一向见罐头 铁是我的手心 听说动物能察觉到人体的异常 在动物的认知里 铁是可以疗伤 或许只有他不想让我死吧 可只有我死了 柳如烟才能光明正大地 架他的竹马为妻啊 我和柳如烟冒合神离好几个月了 本以为今天恋爱八周年纪念日 他好歹也会装一下 手机突然弹出一条信息 是群里柳如烟闺蜜 发的一个视频 摇摇晃晃的画面中 柳如烟一身包囤红裙 红唇黑发 手拿着花束 站在一个西装笔体的男人面前 周围有蜡烛 鲜花 蛋糕 和一出屏幕的欢笑 两个人深情拥抱 痛哭流涕 三 群里都在起哄 答应他 答应他 你俩可是我们的一男平啊 芝州的小竹马回来了 那和芝州怎么办 我名字的出现 就像平静湖水砸下的一块臭石头 打乱了气氛 还能怎么办 一个替身罢了 找个理由一脚踹了不就是了 如烟还准备了烟花 本会要是表白成功 就有烟花看了 好期待 不知道哪个人先反应过来 赫芝州也在群里呢 快撤回 我安静地看着屏幕上的消息 大片大片消失 心脏像是被抽光了空气 狠狠挤压的窒息感 一群人东扯西扯 试图掩盖刚才的一切 可我已经看到了 从布局来看 是附近的明珠酒店 天色渐暗 满桌的饭菜早就凉了 柳如烟想吃的红烧肉 我终究是做毁了 不吃也罢 只是蛋糕上那三六五成一八的字样 看来尤其讽刺 我点燃了蛋糕蜡烛 坐在竹光里发呆 蜡烛燃尽时 远处明珠酒店的上空 有烟花一簇簇升起来 我知道 我该离开了 四 初一柳如烟时 是在我还青春懵懂的大学 曾经的我们 还不是这样的形同陌路 他那时如秋月般耀眼 是公认的笑话 而我只是人群中 在普通不过的屌丝一个 无数次在图书馆的岔路口 偶遇他之后 这颗星就不自觉地向他靠近 他就像一个认识很久的老同学 从借我一支笔 到送我一束红玫瑰 两颗星越来越近 那天午后 我们碰到了很美的夕阳 晚风吹乱了他的发 他递给我一杯柠檬水 突然凑近问我 是做朋友还是恋人 啊 跟你吗 嗯 恋人 他就这样吻了上来 带着薄荷的清香 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宿舍兄弟看到柳如烟照片的时候 全都羡慕地尖叫 我很认真的跟爸妈分享 妈妈给我打了个视频电话 眼角笑地炸开了话 她说一定要珍惜人家 要对人家好 我俩和别的恋人一样 牵手一起去食堂吃饭 去操场散步 柳如烟的追求者众多 哪怕知道他已经被一个屌丝 占为己有 身边也是屈之若物 也难怪 我这样一个牛粪都能吸引鲜花 那他们一定觉得自己也有机会 柳如烟不爱吃早餐 我就每天早上去给他送早餐 有时候是包子和八宝粥 有时候是吊扎饼 走到教室门口的时候 正好遇到他的室友 不愤地将一大把情书丢给他 你这家伙 是真受欢迎啊 他看都没看一眼 都推进了垃圾桶 室友诧异 你好歹看一眼啊 我看那些送情书的帅哥 那可都是个顶格的绝 柳如烟低着头 窗台的阳光给他度了一层圣光 再帅也帅不过我的支周 再遇到这种 你直接处理了 别给我找麻烦 他看到了会伤心的 等我走进了才看清 食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手中 居然一针一线制着围巾 一针制错了 又把手机教学视频道回去 拆了重新制 已经不知道他重复了多少次了 只觉得他好有耐心 那笨拙的模样真是可爱 等我戴上那针线扭曲的围巾时 包裹而来的温暖 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他有些局促 是丑哭了吗 我摇摇头 好满 收到你的围巾 我无以为报 我的人 我的命全都给你了 他看我的眼神里都发着光 后来我才知道 光芒里住着的人不是我 他在透过我看其他人 偶遇是可以制造的 相爱是可以假装的 接近我 只是因为我长得像他心里的那个人 现在 他心里的那个人跨越千山万水回来了 听到扭开门锁的声音时 我已经在桌子前做了一夜 发财趴在我脚边 早就熬不住打盹了 我无数次幻想 在我真神间 柳如烟就这样推门进来了 可一直等到天亮了 如今他的出现 倒像一场被戳破的梦境 我没有像往常那样迎上去帮他拿拖鞋 他身上换了一件白色衬衫 不是出去的那套 向来利落的职业发型有些散乱 一举一动 依旧风情万种 只是当下看来 让我那颗心抽筒 看到我还坐在桌子前时 他愣了一下 还没睡 还是刚醒 刚醒 嗯 原来谎言是真的会避免很多接下来的质问 我和他的爱情 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致的谎言 迎上我的眼神时 柳如烟有些不自然的闪躲 我有事跟你说 我们分手吧 我先他一步说出口 只是我真的不想再听他编出来的别交理由 一瞬间 我居然从他眼中看出了十足的诧异 分手 贺之咒 你发什么疯 就因为我没有陪你过纪念日 我缓缓起身 这八年 是我在陪你 砰 玄关传来他众种摔包的声音 不要再用陪我吃苦来绑架我了 你想要多少钱直说吧 一个将死之人 要钱有什么用吗 我一分钱都不要 他死命拽着我的手 贺之咒 你快三十了 离开我你什么都没了 我为什么一无所有 柳如烟你最清楚 向来发光的柳如烟自然不甘于平凡 大学没毕业就开始创业 为了支持他 我把这些年攒的钱全都给了他 还从爸妈借了一笔 只靠着一腔热血的年轻人 在复杂的社会摸合行走 可想而知 换来的只有一身债 他被债主逼着要钱的时候 我请假回了家 心烦气躁的柳如烟打电话 对着我抽骂一顿 贺之中 我最困难的时候你都不在我身边 你算不算个男人 我拿着钱 站在满是消毒水味道的医院走廊沉默着 暗赏 等他骂完告诉他 我爸妈出车祸了 他俩在同一辆侧翻的大巴上 玻璃渣混杂着他们脸上的血 让我差点没认出来 柳如烟沉默半天 哭着说了声对不起 我对着医生贵了又贵 最终还是没能救回爸爸妈妈的命 微信上爸妈给我留的最后几句话 被我翻来覆去的看 泪水滴滴哒哒 孩子 我跟你爸想了一下 反正我俩在家闲不住 打那点工也挣不了几个钱 外地工资高 181天了 以后我们也好帮着你俩 去外地的大巴票我们已经买好了 孩子 你要对人家好好的 无论如何 互相迁就 同甘共苦 修成正果 我多想下一秒他们就又打来电话 哪怕是皱着没骂我 怎么那么不听话 可再也没机会了 我不能眼见柳如烟陷入泥潭 大概是真的太爱柳如烟 又或许想完成父母的遗愿 我把爸妈攒了一辈子 继续买的房子卖了 得知钱是哪里来的之后 柳如烟哭了好大一场 他说对不起我 他说要用一辈子暴打我 钱没了 好歹人还在 总算度过了那最艰难的一年 柳如烟重新打起精神开始创业 这一次 我辞了工作帮他出谋划策 出钱出力 为了一个项目合作 我可以陪笑着喝到未出血 他在医院再次哭着抱住我说 要一辈子对我好 不对 还有下辈子 下下辈子 亲口否认这句话的 也是他 我亲眼见证 他从岌岌无名到工程名就 柳如烟举着话筒 在台前演讲成功心得时 我就坐在台下为他鼓掌 我甘当他的绿叶 就算别人只觉得 我是一个压到钱力骨的好命财 我也不反驳 我向来命不好 就算是发寒假作业 也总是被发到 错业漏业的那种不好 身边的一切都在浪浪好转 可我俩之间的感情却变质了 得知他的竹马即将回国的时候 我曾问他 如果林轩回来了 我和他 你选谁 他手中握我的力度陡然变重 我最难的时光 都是你陪我度过的 当你提出问题的时候 别人顾左右而言 他就很明显已经给你答案了 其实人和无同是一样的 心空了 也能勉强立着 旁人都以为来年他还能发芽 其实在那年冬天 就已经死了 我心知肚明柳如烟 和我在一起时的游离 还有他那爱而不得的烦躁情绪 选都或多或少的反噬给了我 标准答案互之欲出 可是柳如烟 如今你不用选了 因为我已经要死了 再也不会纠缠你了 要死了 不争了 全都不争了 见我沉默 柳如烟突然冲过来 抓住了我的手臂 你是不是都忘了 你说了多少次想分手了 有意思吗 他身上带着浓浓的薄荷香 想必是在竹马那里染上的 原来那个足以颠倒我整个青春的薄荷亲吻 也只是因为他竹马喜欢薄荷味道 非要闹到不可开交是吧 好 这房子当初虽然是你父的首付 但我住惯了 我双倍赔你 这房子给我 发财被他的声音吵醒 歪着头看我们 也好 反正我最后的归宿 也不过一个盒子就能成下了 好 他的面上露出狐疑 又说出了往日我不能接受的条件 那分手之后 我俩老死不相往爱 好 我开始往卧室走 准备收拾行李 他反倒跟在我身后 絮絮叨叨 狗必须给我 他平日跟我最亲 我只是回头叮嘱他 发财的狗粮放在了什么地方 他一天要换几次水几次粮 下一次打疫苗的时间是几月几号 柳如烟烦烦躁的抓抓头发 反正发财跟着我一个将死之人 只会受罪 不如留在这里 屋里几乎都是我为柳如烟添置的东西 我的东西一个行李箱都没装满 不一会我就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 你走吧 小孩玩的把戏 我看你能坚持几天 说完柳如烟就摔门进了卧室 我定了定神 发消息嘱咐他 你喜欢吃的零食放在橱柜 上面一层是棚化食品 中间一层容易上火 少吃 下面一层是肠背的药 服用说明我都写好了 消息发出去之后 却是红色的感叹号 手机相册弹出一张同年今日的照片提醒 是一张截图 点开后 上面都是柳如烟曾经对我的真心告白 原来 他也曾是个会写小作文的女人啊 可惜我炫耀了好久的故事终究是烂尾了 我以为我会是这个故事的主角 终究也只是一个公主角调情的NPC 右暗的玄关处 我的叹息就像最后的清语 我将钥匙放在玄关 赶在发财冲过来之前关上门 熙熙攘攘的街道 阳光好的就像我永远都能看见一样 刺眼的阳光夹缝 一个高挑的身影挡住了我的视线 低头间 我对上男人绅士的笑容 确实挺像的 他感叹 是林玄 的确挺像 咖啡厅里 他带着清语般的笑容 跟我讲了好多他和柳如烟小时候的去世 他说 柳如烟像个孩子 离了他不行 他说 小的时候他们玩过家家 就因为别的小朋友要扮演林玄的老婆 他就恶狠狠地把人家咬了 还因此赔了人家不少钱 还有好多好多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他就是柳如烟的心尖尖 你说说看 青梅竹马是不是就像有某种魔力 对抗全世界 最终走到一起 这就是爱啊 嗯 感受到了 我让他放心 他不用敲打 我也不会跟他争了 他有些诧异 你真的放下了 不是放下了 是我要离开了 他离了李林口 也好 这种大城市 本来就不适合你生活 其实回到老家更好 希望你说到做到 不然到时候 我就不是温声细语和你商量了 想了很久 我的老家在哪里 最后去了爸妈的墓地 那时以为金海是家 就把他们的骨灰安葬在这里 鲜花带了两树 点心也带了两份 爸妈生前吃什么 都喜欢吃点一份 总会有一个谦逊的说 你吃吧 我不喜欢吃这个 我在的时候 我会独有一份 他们死后 不用谦让了 爸妈 我没有家了 如烟 他有自己新的归宿了 对不起 让你们失望了 最终也没有修成正果 原来我并没有真的被他爱过 叙叙叨叨 我这一生 只用半个小时就讲完了 用什么去囊括 大抵只有一汉 我订了一间离柳如烟家很远的酒店 靠在出租车的座椅上 摇摇晃晃间 往昔却不自觉涌入脑海里 我是怎么第一次得知 自己是提身的呢 还是柳如烟生病发烧 我忙前忙后 彻夜未眠 柳如烟紧紧抓住我的手 声音呢喃 林璇 别离开我 林璇和她是青梅竹马 两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她揪着林璇的耳朵 林璇扯着她的辫子 两个人一起长大 能同吃一根棒棒糖 调皮炸完粪坑后 两个人一起挨打 一根辣条掰成两半 一人一半 可高中毕业后 林璇说什么都要出国 出国前两个人闹得很不愉快 这注定成为柳如烟心中的一根刺 拔不掉 人中会被年少不可得之物困起一生 柳如烟对于我来说一事 所以我只是抚摸着她的脸 一遍遍纠正她 我叫贺之舟 不叫林璇 柳如烟 明明先说爱我的人是你 可最后离不开的人却是我 对于林璇的存在 我早就有所察觉了 从我第一次见柳如烟的朋友时 所有人都知晓 她闺蜜捂着嘴不敢相信 看着打扮 我差点以为是林璇回来了 我局促地看向自己身上 她精心挑选的装扮 原来都是按照另外一个男人的风格 我戴着谁的面具 又扮演着谁 柳如烟面带愧疚地向我解释 不是的 我只是觉得这种风格好看 我只是笑笑 这下她的朋友更加确认 我只是个卑微甜口 我每天还是会给她送养味粥 她的所有事我都是亲力亲为 就算确诊脑癌的那天 柳如烟当众嘲讽我 不如林璇被我撞了个正招 我也不生气 只问她晚上想吃什么 我只是好奇 等我死后 柳如烟还会这么想吗 她会后悔在我活着的时候 对我那么凶吗 只是妄想 哪有那么多天将 打得过青梅竹马 我只是柳如烟 弥补不能和林璇在一起的提身罢了 后来我跨过生死这座大山 才发现困住自己的 无非是那些执念 执念一散 一切都无所谓了 柳如烟 我也不爱你了 我在酒店好几天不出门 手机关机 吃了睡 睡了吃 不知是睡着还是昏迷 只觉得天空没有亮过 耳边响着闷雷 空气中都是泥土的沉闷气味 昏着头打开手机时 首页速速弹出好多信息 柳如烟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把我从黑名单放了出来 只是这几天 她的消息我一条都没回 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于是她更烦躁了 给你半天时间 滚回来 我们还有的商量 欲擒故纵是吧 闹够了没有 我没耐心跟你玩了 分手是吧 玩笑是是吧 好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我的订婚宴在明天 来见证我的幸福吧 在这之后 我把发财还给你 林璇不喜欢狗 你不来带走它 我就扔掉了 反正它本来就是流浪狗 最后一句话 终于把我麻木的心刺痛了 勉强撑着身子坐起来 娱乐新闻里 柳如烟站了头板头条 听说林璇一回来 她就在公司 给她安排了一个重要职位 她俩的订婚宴设在了国际酒店 这次订婚仪式 她还专门请了 一只意向合作公司的CEO 听说是空降的亚太地区CEO 在国内从未露过面 这也能被柳如烟搭上线 但凡人家真的赏脸能来 柳如烟的事业能更上一层楼 可见她真的很重视 何林璇的未来 我匆忙租了房子 专门给发财买了新的用具 稍微收拾一下 就打车去了国际酒店 推门进去的时候 一群人正在推杯换盏 空气中都是甜腻的味道 柳如烟一袭唇白抹胸长裙 一颦一笑竟显优雅姿态 林璇挽着她的胳膊 也笑得散漫不羁 青梅竹马 珠连闭合 林璇举杯向大家 如烟这些年来能事业成功 全靠各位的帮臣 柳如烟的表情将了一秒 她心知肚明 如今的事业明明有我的一半功劳 其中一个闺蜜调侃她 今天和芝州会来吗 她不是最难缠的吗 不会真的走了吧 柳如烟换了一副轻蔑模样 她 舔狗一个 我敢肯定她一定放不下我 到时候我招招手 她铁定就过来了 无一例外 她说得如此笃定 以至于林璇明明 对柳如烟的反应不痛快 却还是强装笑容 那可不是吗 离开你 不说她会要死要活吧 她习惯了你一直养着她 怕不是要去睡桥洞要饭吃了 柳如烟刚要开口 抬头间却发觉了我的存在 四目相对 世界好像静止 耳边都是风吹窗帘的哒哒声 她倒了倒那个闺蜜 别说了 我自顾自身手 发财还给我 柳如烟身边几个又开始起哄 这不是前夫哥吗 要不是说前夫哥大度呢 柳如烟和林璇的订婚宴 都能来参加 别说订婚宴了 说不定孩子的满月里 她都得来送份子钱呢 舔狗嘛 哈哈哈哈 我没说话 就看着这群人 还能说到多么过分 对这间 一双柔软的手 突然滑进我的手心 食指相扣 我诧异地回头 只见一个踩着高跟鞋的 长卷发美人 紧紧挽着我的手 直直望着他们 嘴巴放干净点 随意评判别人 也不看看自己 有没有资格 柳如烟 你的几个朋友 就是这样的价值观吗 那看来你也不是 什么靠谱的人 语言脸蛋白皙细腻 鼻梁高挺 整个人散发着 让人不容忽视的气质 我看了许久 只觉得眼熟 还是认不出是谁 柳如烟那些朋友 不甘示热地嘲讽 你又是什么东西 呵呵 软饭男果然是软饭男 没两天又棒了个新的了 美人扣紧了我的手 眉头未皱 你们是棒多了老头 才觉得别人 也和你们也是一秋之河吗 说完他突然将香软的脸 靠在我的肩膀上 是我棒他 是我喜欢的芒果味 我实在是有些受宠若惊 不知所措 柳如烟的嘴角略微抽搐 我香冰的手不住颤抖 却还是装出一副满不在乎 为了气我 还找个演员来 还挺专业的 演技挺好 只不过你的演技太差了 不是我演技太差 而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 美人扭过头 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 小鹤学长 你可能不记得我 可我永远都不会忘了你 能叫我小鹤学长 大概是在大学文学社认识的 那时我才来学校 还戴着牙套 几乎都没人搭理我 只有你送了我一个芒果 我那时没吃过芒果 不知道有何 一口咬下去 说到这 他看我的眼神更加沉溺了 只要你没有笑我 还帮我剥皮 大脑快速闪动 我终于有了印象 瘦瘦高高的 从很远的地方来到学校 学习很好 好到逆天那种 微微 他点头如捣算 恩恩 是我 够了 柳如烟不知道抽什么风 突然大喊 想装模作样就去外面 别在我面前好嘛 令人坐 凌玄也审视夺视地 跟着落井下石 就是啊 我们的订婚宴 怎么进了这么多 不三不四的人 保安呢 轰出去 他叫得大声 以至于周围的人 全都看了过来 微微将我护在身后 冷眼看向柳如烟 你确定要护我们走吗 我要是走了 你再想请也请不回来 柳如烟不屑地大笑 那双眼眸却始终没有离开过我 一字一句 我永不后悔 没有防备的 凌玄拎起酒杯 就朝着微微泼过去 我闪身挡在了微微面前 香槟酒冷得我一机灵 方才还冷静的微微瞬间暴怒 贺总 您今天请我来谈合作 就是这么请我喝香槟的吗 柳如烟默然看向凌玄 他不是你请来的朋友 凌玄摇摇头 我还以为是你那边的亲朋好友 那么只剩下一个可能 微微就是柳如烟求之不得的 那个亚太地区CEO 方才还一脸怯然的柳如烟 呼吸陡然极重 明示 戴希集团亚太地区CEO赵微微 所有人同时面上一惊 柳如烟身边的秘书姗姗来迟 不停鞠躬 柳总 赵总 是我的问题 我提前调查了赵总的资料 实在没找到近期的照片 所以我才没整理出来给您 柳如烟站在那里 依旧看似高贵 不经意地揪过凌玄的手 给赵总道歉 凌玄一脸不可置信 他在我的订婚宴上抖乱 还要我给他道歉 道歉 柳如烟突然加重语气 吓得凌玄面上一颤 最终他不情不愿地 给微微锯了一躬 对不起 赵总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可当我伸手向柳如烟 要我的发财时 他没来由地大吼 贺之中 你今天来这里 就是为了那只破狗吗 他不是破狗 也不是流浪狗 他是我的发财 那我呢 他突然这样问 不可多得的温柔语气 赵微微拉过我的胳膊 是一只金毛吗 我在院子看见了 他被关在笼子里 可怜着呢 呵呵 柳如烟 这就是你说的和你最亲什么 柳如烟柳眉微醋 露出了少有的委屈情绪 贺之中 你就不能多说一句 你此行就是为了劝我回头吗 你说过你永不后悔 不是吗 我和你 早就是陌路人了 我抬脚往微微指的后院走去 柳如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带着嘶哑 赫之中 你这辈子都别后悔 我死也不会原谅你 赫之中 你就是个笨蛋 一窍不通的笨蛋 微微扭头 语气也不客气 我这辈子也不会和你这种恶心的人合作 我的脚步一步也没停留 来到院中 发财眼巴巴地望着我 打开狗笼 发财一点都没意识到 曾经的主人已经不要他了 还在朝着柳如烟的方向摇着尾巴 我安抚着他 牵着绳子往门外走去 微微跟在我身后 一下挽住了我的手 突然他的手掌就贴上了我的额头 温凉温凉的 好烫啊 小鹤学长 你是不是发烧了 我带你去医院 他猛然拽住我的胳膊 带着关切 我想往回拉扯 却不知怎么地 世界开始旋转 沉闷的一声 伴随微微嘶哑的哭声 醒来的时候 眼前一片白 微微的眼眶是红的 还带着水肿 小鹤学长 你得了癌症 为什么都不告诉其他人 我勉强挤出一抹笑 又不会死人 微微别哭了 他袖口抹了一下眼泪 鼻涕抽了抽 我才没哭 好好好 上大学的时候 微微就坚强 不然怎么能做得了总裁呢 他轻轻捶了一下我 小鹤学长就知道调侃我 我撑起身体 我没事 出院吧 多住一天都是浪费 他慌忙起身 按住我的肩膀 你不想住院治疗 那你想去哪里 我想说 就这样安安静静地 等待死亡 手机铃声 打回了我的回答 是柳如烟 发财养在哪 我想的时候 还能看一眼 发财现在和你有什么关系 一句话 让空气陷入寂静 没什么关系 我怕他过得不好 我冷哼一声 你还是多把心思 放在讨好你的竹马身上吧 他不喜欢狗 等等别挂 我无奈地叹气 请问刘女士 还有事吗 我要把咱们 曾经住的房子卖了 你走了 也没什么用了 这一卖 就真的回不去了 我正愣了一秒 随你 他还是这样 激进所有的企图 颠覆我的情绪 想到哪 就做到哪 毫不留情 字典里 没有半分屈服和怜悯 我伸手挂断了 他说了一半的话 抬头看向微微 我想出去旅游 把没看过的世界看了 微微刚还念办的表情 瞬间支冷起来 他慌乱掏出手机 献保式的把手机屏幕 对到我的眼前 看啊 大数据成不起我 我前段时间还收藏了呢 国内最值得去的50个地方 我将手机推得远些 才能看清 挺好 他就像是个 在和我打赌的孩子 气呼呼地勾起我的小拇指 那我们拉钩上吊 走完这50个地方之前 你不许死 你昏迷的时候 我向佛祖许愿了 在你没有弥补遗憾之前 都不许让你死 这是什么心情的续命方式 听着跟诈骗似的 可我还是被他拉起 摇摇晃晃 我给发财找了个 最好的宠物乐园寄养 临走前 他还乐颠颠的在泳池游泳 第一站 我们去了浙江的百丈计 那种被大自然震撼的感觉 真的会让人忽略生命的渺小 水到绝境 是瀑布 人无绝境 是重生 人生海海 山山而川 不过二 密集的水雾中 我挂了柳如烟无数个电话 明明两天能逛完的景点 微微静也能磨蹭一周 按他这种旅游法 我怕是多活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第二站 我们去了贡嘎雪山 稀薄的寒气 让我觉得有些自不量力 可我是快乐的 微微穿着橘黄色的冲锋衣 在雪地里到处乱窜 风中都是他晴朗的笑声 拉黑了好几个号码 柳如烟还是换了个新号码打来 你有些过分了 你从来不主动拉黑我的 我没说话 房子卖不出去 大概我挂的价格太高了 听说你离开之后去了医院 告诉你 别想用生病这套来逼我退让 我这辈子都不会做卑微的那个人 我打断他 你到底想说什么 贺之舟 难道你非要得我嫁给其他人吗 那我祝你幸福 我说的轻巧 很奇怪他没有像往日那样歇斯底里 沉默了一会挂了电话 我又重新整理笑容 抬眼看向雪地里菊黄的那一小团 回来时 微微神神秘秘的 从背后掏出一朵用雪捏成的玫瑰 玫瑰在阳光下晶莹剔透 看着却比红玫瑰还要火热 我接过雪玫瑰插在了面前的雪坡上 只有在这里 你的玫瑰才能永远绽放 微微 答应我 永远不要把自己困在不该待着的世界好吗 他是聪明人 知道我意犹所指 只是不说话 撇过头不看我 我想伸手去摸摸他头顶的那撮呆毛 可手和他头顶的距离却越来越远 微微 嗯 还有不止48个地方 替我走完 我是说 你一定要幸福地生活下去 长命百岁 施众般 我仰面倒了下去 最后的最后 我的眼前是那位蓝的天 这样蓝的天 再也不会拥有了 灵魂越来越轻 在我身体的上空盘旋 我不忍看着微微崩溃的模样 哭过之后 他联系了专业团队 帮我处理后事 当他捧着骨灰盒去接发财时 一向沉稳的发财 在栏杆那边上蹿下跳 十分不安 他把骨灰盒递向发财 他嗅了嗅 发出哼哼唧唧的低鸣 尾巴摇啊摇 就好像等着自己的主人回家一样 按照我先前的遗愿 我的骨灰四海为家 悬崖边 海浪声声呼啸 微微打开骨灰盒 喊了一声 贺之舟 回家了 发财在不远处 一次次向上跃起 被绳子束缚 脖子只能双脚离地 肉体如云烟 散在风里 发财如同风了一般暴冲 终于突破了牵口上的束缚 向悬崖边冲去 发财 微微根本来不及反应 发财一跃而下 一阵水花之后 再也不见 我伸手想拘救他 可什么都触碰不到 水面归于平静 我的悲伤却到达顶峰 心脏像是被一刀一刀戳破一样疼 我可怜的发财 还没过几年幸福日子 难道是他觉得 自己也没有家了吗 随着最后一点骨灰被风吹散 我的灵魂不受控制地朝远方飘去 一路向着熟悉的方向而去 这么居高临下的审市这个城市 才发现好多曾经熟悉的老地方换了新年 路口那家蛋糕店倒闭了 换成了卤味店 大概是蛋糕做得太甜了 看来任何事都是过犹不及 和柳如烟拍情侣照的那家摄影店 人头攒动 新人换了一波又一波 忠实就去新来 自然规律 门口摆西瓜摊的老板摇着菩萨 和旁边的买菜大娘说着八卦 说一句 两个人拍一下大腿 一切都很甜静 过得不好的只有我就够了 不一会 我的灵魂就静止在柳如烟的办公室前 我有些睁然 他好像在认真地看着电脑 可电脑桌面上什么都没有 平保还是我俩的合照 是我们一起挑的最好看的那张 他看起来有些憔悴 眼底清黑清黑的 应该是忙婚礼忙的 身边的秘书提醒他 刘总 您看一下合同 您已经发呆三个小时了 他喊了一声 回过神 合同被他翻过来付过去 又合上 你说 我要是给他发结婚请柬 他会不会后悔的痛哭流涕 到时候来求我啊 秘书无奈地叹口气 刘总 相似的问题你已经问过我好多遍了 他要是爱你 肯定会后悔啊 那他爱我吗 呃 这种事 只有当事人知晓啊 不过刘总 您喜欢的人不是林先生吗 对啊 柳如烟 你喜欢的是你的竹马林玄啊 柳如烟没说话 又低头翻开了合同 手机叮的一声 柳如烟激动地拉过手机 眼神却在触及的瞬间暗淡下去 只是个APP的消息提醒 柳如烟自顾自地说话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我都没有靠山 我爸妈离婚 谁都不想要我 只给了我钱 后来 连林玄也要走 只有贺之周 在自己最难 也在我最难的时候 都不曾离开 他卖了爸妈留下的房子 帮我渡过难关 秘书用不理解的眼神看他 但您选择了林先生 就说明更在乎林先生啊 我想的也是这句话 他抬头 表情有些恍然 大概吧 我自己都分不清 看向他的时候 究竟是他 还是林玄 呵呵 太讽刺了 柳如烟 你最好一步都不要回头 带着最执拗的情绪 迎接我的死讯 林玄带着柳如烟 去看了婚纱 价位往高了条 不像我和柳如烟 创业初期 他只能趴在橱窗前 眼巴巴看着 当初我在橱窗前 许下给他买婚纱的诺言 一晃而过 如今他穿着婚纱 站在舞台上 头戴白纱 林玄宣读着誓言 热泪盈眶 柳如烟 你是否愿意成为我的妻子 柳如烟跑神般眼神 在拥挤的宾客间 来回扫视 像是寻找着什么 在目光触及到 人群中的微微时 他兴奋不已 面上露出得逞的挑衅 赵微微 赫之舟藏在哪抹鼻涕呢 微微面如冰霜 摘下墨镜 露出红肿的眼眶 赫之舟 他永远不可能来了 柳如烟冷哼一声 他还能觉到什么时候 他都派你来打探情况了 他已经输了 柳如烟 我唯一赢得一次 就是今天 微微将上次 我去医院的检查报告 甩到了台上 赫之舟 他得了癌症 已经死了 赵微微十分平静 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在开玩笑 没想到这些报告 却把柳如烟逗笑了 还演是吧 现在还演起死人了 那你不得捧着骨灰 和道具出场才更真实啊 他的骨灰 已经魂归大海了 发财也跟着跳海了 找不到了 柳如烟捂着小腹 笑得直不起腰 从嘲讽 到笑出泪花 再到眼泪止不住 他猛地向秘书伸出手 手机给我 秘书提醒他 刘总 婚礼还在进行 这么多人看着 给我 他的声音将灵璇也吓得一阵 我的那个号码 始终无人接听 他摩证般 去翻灵璇的兜 在灵璇震惊的眼神下 拿他的手机 继续拨打我的号码 至终 你接啊 只要你接了 我既往不救 我们回到从前好吗 依旧无人接听 就像生命逝去不可重来 一切都回不去了 他表情逐渐更加失控 不可能 他怎么会一声不吭就死呢 我怎么不知道他得了癌症 我突然想笑 每次告诉他我不舒服的时候 他都沉迷在和灵璇的拉扯中 告诉我喝点药就好了 我的日渐消瘦 我的食不下咽 他全都视而不见 可我还是会学他爱吃的菜肴 去买时下最流行的裙子 我的所有都给了他 他险些站不住脚 连连往后退去 柳如烟 你也会觉得伤心吗 柳如烟 你万件传心都不够 他猛然扯下头上的白纱 连同头发也扯得乱糟糟 不算 不算 我没答应 这场婚礼不算数 柳如烟 拉过他的手 不停安抚他 柳如烟 柳如烟 你冷静 我是柳如烟 你不是最想嫁给我吗 等我们办完婚礼 再说其他的好不好 他用尽全力推开柳如烟 不对 我不想嫁给你 一开始靠近贺之舟 我承认是因为你 可后来不是 柳如烟 对不起 褪去高跟鞋 他在宾客的喧哗声中 光着脚向外跑去 洁白的婚纱被拖了一层黑 柳如烟不管不顾地跑着 巨浪翻滚的海岸边 他寻了一处又一处 最后终于看到了 那根熟悉的狗绳 整齐的马在悬崖边 一直紧绷的最后希望 终于在这一刻破溃 从不屈服的他跪倒在地 对不起 知周 对不起 是我辜负了你 不是所有对不起 都能换来没关系的 我从未让你说过一次对不起 所以这次的惩罚是 永不见你 柳如烟蒸笼地坐在那里 望着那片海很久很久 白浪的细物飘到他脸上 他才回过神来 该回去了 柳如烟 他站起身来 缓缓开口 贺之舟 我嫁你来了 什么意思 我看着他轻点脚尖 就像穿着高跟鞋的戴甲新娘 一步步朝着悬崖边走去 不要 柳如烟你犯什么魂 可他一句都听不见 不要 在我灵魂的巨大嘶吼声中 他纵身跳下了悬崖 白色淹没白色 再也不见 柳如烟 你始终食言 我明明说过 祝你幸福 身体渐渐化成碎片 开始消散 在柳如烟的灵魂逐渐从海底飘起前 我彻底化为虚无 看啊 柳如烟 总是晚一步 我们注定错过 再有下一辈子 还是不要相见了 祝你幸福 全文完